我们的那个结婚照是一直都没有拿回来 那你送上一块吧 就拿回来给我吧 我有把她怎么拆下来 看着想说要放在哪里 就看着她的脸就哇 不行不行不行 觉得承受不及 当然妈妈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过没多久 她就反而是很安慰我们大家 什么叫做为母则强 在她妈妈身上看到好不可思议的力量 从天上来的声音 从天上来的声音 她现在在家里面 比如说看到晨晨的东西 或是以前你们的回忆的话 心情上面都还好吗 还微起不那么大吗 其实她有一些东西我是都还没有证明 就还摆在可以摆的地方了 然后那天是有 我们的那个结婚照是一直都没有拿回来 我都放在那个我的牧者家 然后她就过了一段时间 送上一块吧 就拿回来给我吧 我就传信息给她 那因为那群组有我啊 有她 然后易如 然后就说 给我拿到婚纱照 然后就打开 然后我就说 妈妈就 就好像感觉有人跟我对话 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不行 我很烦 就是我一打开就整个 心就没办法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就 我脑好像喷泪那种 但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 承受不住的 我有把它整个拆下来 然后 看着想说要放在哪里的时候 就是想把它放高高的 就看着她的脸 就哇不行不行不行 觉得承受不住 嗯 然后我就 我说 欸婚纱照我还不能挂起来 然后她们就说 带回去 怎么 先收起来 对先收起来 不用急着 她说先不用急着 挂起来 如果还不行就先 先放着 对先放着 对 其实我当她接到电话 我都没有任何的 很大的情绪反应 我觉得我应该是轻着吧 可是我是躲到厕所 就是放饭 房子快放饭 然后刚好那个 我前面前头拍完 都躲到厕所 然后我就 又是颤抖的手 发 发讯息给阿金 然后 就是一打 我一打阿金叮一点 我就眼泪就 呵呵 我那时候才哭出来 就是 你在机场哭嘛 然后我在 厕所 就是 受不了 对啊 可是我又不敢让自己 完全哭 因为我还要拍 因为如果眼睛红 麻痹是红的话 就会没有办法 工作 那我 其实我跟艾翔会 首先我们每次去 马来西亚都是住她家 就是住在她的那个家里 阿爸爸妈妈是跟她住的 所以就是她接待我们 接送我们 然后买吃的给我们 这样 那她鬼典子又特别多 她吃的东西啊 爱我的东西啊 她比较像小孩 真的很沉沉的 比较像小孩 那有跟爸爸妈妈妈 讲话吗 通电话这样子 有都有 然后也有跟她老婆 通电话 然后 目前是持续陪伴 对 这个是我 我目前心 心伤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 我觉得我 我走过的路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 这个心路历程 祝福到她 对 我们不是 没有指望 没有盼望 那些人 对 我们不一样 然后 我们也知道 就是很 很知道 我们将来会再见 你 对 妈妈妈还蛮坚强的 有反而到 有 反过来安慰你吗 妈妈有 当然妈妈当下 是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过没多久 她就反而是很安慰我们大家 然后真的觉得 这是什么叫做 为母则强 就是在她妈妈身上 看到好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然她是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啦 她不是说 不是靠她自己的 然后她知道 就是 她相信她两个儿子 已经在天上一起 唱着歌 跳着舞 然后她们两个又最爱 一起唱歌跳